12月7日,世界杯1%决赛结束了一场焦点战 摩洛哥和西班牙队常规时间和加时赛都没有取得进球 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西班牙队的三名球员全罚丢 摩洛哥的门将布努连续扑点,摩洛哥以3比0淘汰西班牙 队史第一次晋级世界杯8强,恭喜 这场比赛上半场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 西班牙队虽然占据控球率,但摩洛哥的反击和长传球给西班牙队制造了很大的威胁 上半场进攻效率更高的是摩洛哥 下半场摩洛哥面对西班牙的传控 紧缩防守限制对手,顺利将比分拖入到加时赛 加时赛,西班牙队错失绝杀的机会,点球大战 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表现出色,萨拉维亚击中力柱 布斯克茨和索莱尔点球被扑,摩洛哥队创造历史 这些世界杯,摩洛哥的表现非常出色 小组赛阶段,他们和上级亚军,继军的克罗地亚和比利时同组 所有人都认为,这支来自北非的球队是配角 但他们之后的比赛,摩洛哥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首战凌峰克罗地亚拿下一分 第二场比赛面对,拥有德布劳内的比利时 摩洛哥2比0完胜对手 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对阵加拿大 摩洛哥2比1取得胜利,淘汰比利时,力压克罗地亚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 进入到淘汰赛面对西班牙,这是他们隔海相望的国家 比赛期间摩洛哥表现出色 对手虽然传球的数据破门1000次 但摩洛哥没有让对手取得进球 最为关键的是在生死时刻的点球大战 萨拉维亚击中力柱,布斯克茨和索莱尔点球被扑 摩洛哥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要知道的是摩洛哥世界杯开始前内忧外患不断 其中队内核心,效力于切尔西的齐耶赫与功勋主帅哈利洛维奇 有巨大的矛盾 双方之间不可调和,齐耶赫更是一度不为摩洛哥队出战 世界杯之前,哈利洛维奇下课 本土少帅雷格拉吉匆忙上任 齐耶赫重返国家队 这也就是为何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期间 摩洛哥的球迷虚奇耶赫的原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摩洛哥出征世界杯同组有上级亚军 继军的克罗地亚和比利时 对内还有内讧带来的后遗症同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米露